今朝一的大小我身邊有一位新朋友 因為年輕力量第一次跟這位女生聊天 她是陳伊林 伊林 早安 Hello 早安 大家好 我是伊林 陳伊林 不如也讓伊林跟聽眾介紹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今年樂壇的新人陳伊林 剛剛出了兩首新歌 兩首都是比較有活力 青春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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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的曲風 也是一個我想讓大家覺得我是的形象 也不只是覺得 事實上也是你的形象 希望大家都會覺得我是一個有活力和開朗的人 因為伊林事實上今年也很年輕 也是一個今年2024樂壇的新力軍 首先我想要跟伊林聊天 其實對於每個新人進軍一個新的行業 難免都會經歷的時候 其實在入行前的你是怎樣的 因為入行後好像剛才的伊林所說 給大家感覺是一個活潑的 一個對音樂有衝勁的 一個喜歡音樂和演藝事業的女生 入行前的陳伊林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入行前的陳伊林是一個比較馬甩的 然後去到馬甩的 比較有男仔頭少少的一個女孩子 因為其實入行後 很多以前中學的同學都回來跟我說 為什麼你的形象不同了那麼多 為什麼你的聲音高音了那麼多 因為她說的 因為變聲 我以前很習慣壓低聲音來說話 很多人都說你的聲音簡直是男人的聲音 你印象中你以前壓低聲音是怎樣的 你還記得嗎 我是陳伊林 可能我說話就會比較想這樣 然後說話會比較小聲一點 音層一點 可能又說話不多 可能就是這樣的聲音 耳王壓低聲音的原因是什麼 記得嗎 也有原因 因為我初中是讀女校 很多時候女校一定會有些 說你杯葛 說你孝 又說你想黏在哪裏 是嗎 沒有人說我沒有讀過女校 我不知道那個風景是這樣的 那就很習慣對著人說話 尤其是可能女校對男老師 可能對著他們說話就會比較壓低聲音 儘量避開所有被女生說是校的 然後就做任何事都比較麻煩 男生比較頭 說話又比較低沉 然後就帶到高中 可能讀男女校對著男同學 都會說話比較低沉 喂 吃飯啊 去哪裏 教功課沒有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這個情況我大致上都可以理解 可能是小時候跟同學之間的相處 有時候出現了不同的狀況 所以令到自己的性格 或者你的取態有改變 但是這個情況只有你會有 或者可能我不是 我身邊也有不少同學 可能他們也有遇到一些相近的情況 於是他們都會壓低自己的聲線 或者是特意令自己不太女生 是否都有這些情況出現 壓低聲線 我好像不太留意到其他人 但是如果是特意令自己不太女生 其實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都特意跟男老師比較避忌 不要問他們那麼多 就算有問題也會多問一下女老師 然後可能在穿衣服上 打扮上都會比較不要那麼出眾 可能會盡量避開被人說的一些事項 但是你會覺得 其實跟兒子之間有這種相處的格幕 某程度上都跟你的一些 包括你參加很多不同的比賽 有很多不同的演出經驗 有沒有關係 因為我相信 其實每個人的成長階段 在讀書時期 都會有這種的學生 或者這種的同學 就是他音樂很厲害 他運動很厲害 然後我也不知道 形容那種叫妒忌的地方 總是會有這些情況 就是跑步快很厲害嗎 玩音樂很厲害 唱歌很厲害 很厲害嗎 有時候都會有這些情況 可能會不會都跟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也不太影響到我參加比賽 或者表演那些 我都是在音樂上 可能參加一些唱歌比賽 那些 真的完全是理會他都傻 你要說就說 我喜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其實當初我也是 可能參加了一個是 社製的音樂比賽 唱歌比賽 一個是自己群組的唱歌比賽 兩個都是獲得了冠軍 但是兩個都會有些聲音 說我都不明白你們是憑什麼 永遠都是這樣 永遠都是這樣 不過算了 那獎杯在我身上 我也很耐力不耗 說一下 但這時候 你也很清楚自己 在哪些地方聰明 或者哪些地方喜歡 我只是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也不犯法 也不會影響到任何人 所以其實在小時候 陳以林已經很清晰知道自己 是喜歡向音樂 和演藝方面賣盡 但是我想其中一個最大的阻力 就是我想 特別是 對於不同年紀的朋友 他們從入行前 到入行後 其中一個最大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關於自己家人 知不支持自己入行 家人對於你入行這件事 他們是一個阻力 還是推動力 還是曾經是阻力 之後變推動力 對 這個就是 其實一開始 我在選擇Jupas選擇課的時候 我就問過我媽媽 除了一些不合法 或者色情的行業之外 問得這麼仔細 她沒有理由支持你做一些不合法的行業 我說除了這些之外 你最不想我做什麼行業 然後她就說我最不想你做演藝 因為那一期 一唱彭 對啊 因為那一期我剛剛幫助學校的師兄 或者以前小學的同學 外面的一些學校在拍宣傳片 拍畢業作品 那我就開始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對於表演很有興趣 然後又開始參加一些歌唱比賽 開始夾樂樂隊 我就越來越對表演拍攝很有興趣 但是當媽媽跟我說 我最不想我做演藝 那我當然那一刻 好 這樣 因為其實我一向都知道她不喜歡 其實很棒 基本上你已經設了一條路給媽媽 就是我不殺人放火 不可以了 色情學業不可以了 另外就是演藝學業不可以 基本上那一刻就耐心躺血了 你應該覺得 原來爸爸媽媽不喜歡我做這個學業的 好了 那個轉折點 屬於他們的轉折點 不是你的轉折點 他們的轉折點 在哪裡 他由不支持反對 到變成慢慢支持到贊成 那個轉折點其實就是一開始 得到一份合約 現在要跟你簽約 你可以入行 你喜歡做的事做表演 那時候伊林簽約的時候 是否需要家人幫你簽約 簽了我自己簽約 因為我剛才十八歲生日 但是當然家人也有陪同 都是幫我看清楚那些訊息 有沒有騙人的成分 那當然是很關顧自己來來的 當然 我家人也是非常擔心我 然後當時這個轉折點就是 拿到合約回家 其實當時爸爸是非常非常反對的 拿到合約回家 爸爸那一刻都越想越反對 他是簽什麼約 你就是單行單行去做 為什麼要簽約 綁死自己 又讀不到書 生氣 當時我一定讀到書 一邊做一邊讀書 他最後也讀不到 不過不要緊 自己推諉自己 自己反對當日的自己 沒錯 然後我媽媽也幫忙說服我爸爸 其實當時我媽媽已經看到我 真的很喜歡表演 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是一個非常三分鐘熱度的人 反而對這件事 對音樂、表演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 但是一直都沒有放棄過 然後他就覺得 其實我女兒真的很喜歡這件事 既然有一個機會 為什麼不去捉住他呢 然後他就去 耍我爸爸 好可憐 他就說 你當年參加新秀的時候 是他參加過新秀的 但是不入圍 然後他在笑一下他 你就是想做明星的朋友 如果當年有些人不給你一個機會 你都去簽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你女兒又有這個機會 你不給他呢 嘩 這句話很厲害 很有說服力 這句話很厲害 首先要一個這樣的家庭背景 這麼巧 你的家人也在演藝這條路 有想發展的一個時候 當然我剛才所說 參加比賽可以純粹出於對音樂的喜愛 我相信叔叔也是 但是你用這句話 即是姨姨說這句話 說這句話 說這句處境 讓爸爸知道 那一刻也是真真正正的 讓你的爸爸 他的想法有轉變 都覺得 大家都年輕過 我年輕過 都會想 有一個時候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為什麼女兒不行 是不是那一刻 被媽媽省到立立令之後 其實我都不太清楚 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不太知道 其實我爸爸是當時轉向 還是純粹是 老婆說什麼 都是的 到現在都屬於轉向 但最近很感動的就是 第一次出歌 《丹亂物語》 我們就全家三個人一起看MV 首播 然後他們看完之後 我爸爸就很愚重心長地跟我說 陳依林 我沒想到你進步了很多 你這個很好 很好看 很好聽 我簡直是非常感動 然後最近又有一個Busking的Event 即是Live唱歌 他有來看的 因為當日是父親節 他又是完結之後跟我說 很專業啊 父親節都開工 對的 父親節 又不是我生日 不是那時候 生日我都有開工 很值 很值 我開玩笑 生日我都在開工 非常開心 希望下年生日都有開工 最好就是 工作是首位 但家庭也很重要 然後當日就是 完了這個BuskingEvent 之後我們就去吃飯 然後我爸爸就跟我說 你剛剛唱那首歌的時候 我去了廁所哭 有沒有這麼誇張 他真的很誇張 說真的 伊林當刻聽到 雖然表面上是取笑 但實際你浪神也感動 我也差點去廁所哭 對的 因為始終對於一個曾經 在你們面前表露過關於 其實我不特別支持我女兒做這個行業 做演藝的行業事業 但到最後 其實很多時候 你的演出 他都會來看 來支持 我想他們都因為 在非法色情和演藝中間 我選了演藝 不幸中的大幸運 我們絕對不會鼓勵大家 做任何之前的兩件事 首先我覺得 重要的地方就是 其實音樂是一樣 一直以來 家人都見證著伊林 真是喜歡的東西 OK 然後到入行 說真的 入行是一個不小的事情 但是 其實已經嘗試到很多東西 包括音樂的東西 包括拍攝 拍戲 拍劇等等 暫時 其實演員 甚至舞台劇 也有你涉獵過的時候 暫時這幾個角色 陳伊林覺得自己最享受到哪個角色 很難選擇 是啊 很難選擇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表演 我很喜歡把自己僅有的才藝 那小小的才藝 讓大家看到 如果要我講 我最喜歡 可能是唱歌 應該比較容易選擇合不合法 和唱歌吧 其實我也很喜歡演戲 但可能演戲也要經過一段時間 或者排很久的戲 然後才可以給大家看 或者要剪很久才可以給大家看 拍攝時間也會多些 也會多些 但是唱歌的時候 就可以一來馬上感受到當時唱歌的情緒 二來又可以馬上看到大家的反應 當大家真的喜歡或者享受我唱歌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真的很美好的 我覺得雖然對比上 做音樂好像可以快些 對比可能拍戲等等 會被人見到的成果 但是事實上 無論你入哪一行都好 其中一個我覺得最需要的就是耐性 即是那樣的決心等等 即是你知道 其實每件事都不一定是說你想急就急得來 都需要你自己準備好 或者需要你自己有個決心去慢慢做到最好 然後才被人見到聽到等等 某程度上這種的決心 或者這種的耐性 會不會都跟可能 因為其實在你出道之前 你在大學讀的一個學科 就叫做優移教學系 和讀優移教學系理論上 都是一些很有耐性 知道怎樣對小朋友 知道怎樣明白長長善有這個道理的人 所以某程度上一直以來的陳以南 是不是都屬於耐性的 不會操之過急的人 其實之前也不算是 我也是一個很急性子的人 但可能就是因為讀了優移教學之後 整個人就放慢了下來 我自己覺得 反而是這樣 當時讀優移教學的時候 身邊當時是40位同行 41位同行 只有一個男生 然後40個女生 每一個女生都是非常斯文 非常有耐性 大家的聲線都是很高的 也不算是 但每個人都是比較溫柔 很有耐性 我還以為要哄小朋友 一定是聲線很可愛 很可愛 其實當時我實習 其實我們去過一次實習 但比較短期 當時就沒有做任何工作 很幸運去到一個星期的實習 當時我就教K2 我一直以為可能對著小朋友 都會說 哎呀叔叔 哎呀 什麼事 老師過來幫你 誰知不是 小朋友不喜歡這樣 很低音 其實小朋友喜歡你當他是大人 可能你用正常的聲線 你不要做那些什麼什麼 他反而會受諾 當他是大人 所以這種感覺 可能對於外行 就不知道 我們總是好像剛剛 伊林所形容 是否要安姑姑 吃飯飯 去蝶字 原來伊林的形容 其實他們都喜歡 大人當他大人一樣 看待 其實K2是要把所有的蝶字 我們不可以跟他做蝶字 所以我相信 在之前讀這個幼兒教學系 你遇到的一些人 和你的新歌這個歌名 都可能很相近 就是Little Evil Girl 這個歌曲 不如先聽聽你的 這一室最新拍的作品 稍後回來 一家大曬 繼續有陳伊林 伊林在這裡 一家大曬 有我們這家人陪你嘻嘻哈哈 馬上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 按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 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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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